慈禧第一次试寝时 像个木头一样不会扭腰 老公公连忙对他进行指导 你要从被窝底下 钻进去 慈禧这才反应过来 于是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脑袋 光着身子钻进了被窝 咸宗皇帝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猛地扑去了上去 尖叫声很快传来 大臣们个个下的脸色发白 显然皇帝一点都没进行 果然 他脸色不悦 恶狠狠地要求再换一个 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慈禧一头雾水 兰贵人这是留还是不留 不留 慈禧艰难得起身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人强行架住 老公公不讲武德 从背后突然袭击 不明液体瞬间流出 太监们一边用力打他后腰 一边强行把堕胎药灌进他嘴里 经过一番折腾 慈禧被搞得半死不活 再带他清洗一次 那龙肿就留不下了 皇上 为什么不折我留龙肿 清费呀 你伺候的皇上不开心 慈禧被拉着做最后的清洗 老公公趁机落井下石 偷偷耍起阴招 找把硬毛刷子 踏会儿地给他捅他 经过漫长的一夜 慈禧身心饱受折磨 他躺在床上哭泣 本来如果能留下龙肿 他就有机会升级为贵妃娘娘 可他的驾照刚下来 因为车技实在太差 没有龙肿不说 还失宠啊 慈禧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打算投何自尽 幸好六王爷正好路过 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有一天晚上 慈禧的心爱的猫咪突然失踪 他焦急地四处寻找 最终在院子里的砂锅中 找到了陪他长大的白猫的尸体 刘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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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悲痛欲绝 在院子里哭到了天亮 安贵人得宠后归来 以为慈禧在嫉妒自己 整天做白日梦 是不是那死猫上身了 慈禧立刻追上去质问 没想到对方竟然嚣张地承认 你这贱人 就算我杀了你 东东又怎么样 你敢杀我吗你 深宫里冷落的悲哀 再加上失宠的痛苦 让慈禧瞬间失去了理智 簪子用力地一次次落下 他肆意发泄心中的愤怒 鲜血四见 他也丝毫没有停手的想法 直到安贵人彻底没有了动静 慈禧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 六王爷听到声响赶来 他对慈禧早已心生爱慕 打算帮忙处理尸体 一个宫女路过时撞见 吓得直接痛声尖叫 他答应保守秘密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但等慈禧出门丢掉染血的床单时 六王爷竟然直接痛下杀手 认为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命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但你不会出卖我的 他不会出卖我的 在皇宫里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 你跟我都需要生存下去 我们就必须把别人的尸体 踩在自己的脚下面 经过一番洗脑 慈禧开始黑化 为了得到皇上的宠爱 慈禧意识到自己必须学习 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 于是他来到烟花之地静修学习 只要能赢得皇上的青睐 他什么都愿意学 只要是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 我都要学 秋仪 我们的厨祭一买回来 就要练作明指 就要把明指做成一把扇子 而且下面的鸡蛋要完整无缺 世人常说能俘获男人的心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在古代更是如此 而宫中的妃嫔们做梦都想侍奉天子 慈禧也不意外 为了得到皇上的恩宠 特地去烟花之地静修学习 他埋头苦练了七天 终于学有所成 并开始了争取皇帝宠爱的道路 朝廷内忧外患 早已岌岌可危 皇帝为了稳定局势 亲自到寺庙里祈祷 为表前程 他决定摘戒整整七日 但皇上每日九色相伴 又怎么可能熬得住青灯皇眷 才到第五天 他就开始撑不住了 趁着皇帝沐浴时 慈禧假扮成小太监走上前 故意在他面前暴露身份 皇帝突然认出慈禧 慈禧也趁机表明心意 声称自己对皇帝甚是思念 才忍不住冒充太监 皇帝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 倾信了慈禧的花言巧语 面对宋上门的诱惑 立马无法抵挡 慈禧运用所学的技巧 使得皇帝对他着迷 两人在这佛门清静之地 颠乱捣风 好不快活 而慈禧的表现 让皇上颇为满意 从此只指明 要他一人侍奉 慈禧夜夜受到皇帝的恩宠 很快怀上了皇子 并且顺利生下了第一位皇子 直接摇身一变 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义贵妃 再也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好景不长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为了逃命 八大臣建议皇帝躲到热河 而六王爷则主动留下处理残局 执意要与洋人和谈 哼 专走 八大臣随即准备行装 陪伴皇帝定居在热河 然而皇帝半夜醒来 意外发现慈禧穿着龙袍 现在的他极其看重权势 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傻丫头 皇帝愤怒不已 质问他这是何意 你真想起在朕的头上 皇上意识到慈禧对权力的渴望 不再专宠他 但从那晚起 皇帝突然病重 生命危在旦夕 八大臣集体上奏 策立大阿哥为太子 但为防止慈禧篡权 必须消除他 慈禧听闻此事面无血色 而皇帝也并未同意他们的做法 但为了稳固皇后地位 皇帝召集所有人 亲自下达圣旨 以后谁对皇后不敬 凭辞职可以将之处斩 王公大臣 皇室至亲 也是一样 没想到刚刚册封太子 皇帝就驾崩了 六王爷收到消息 及时赶到葬礼 虽在叩拜兄长 眼神却偷偷瞥向慈禧的方向 皇帝刚刚驾崩 二十六岁的慈禧 急不可耐地拉拢心腹 皇爷那一天你救了我 你只要再拿出点勇气来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就算今儿晚上我们两个被杀了 起码 我们都做过自己想做的事 六王爷堂堂证人君子 想也不想直接挽起饺子 屋外的嫔妃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屋内的两人却开心到飞起 最终 六王爷从昏迷中苏醒 心甘情愿辅佐慈禧垂怜听证 老臣们得知此事 瞬间明白一切 他们树嫂分明是狼狈为奸 于是他们拟定计划 在出殡路上对慈禧下死守 谁也想不到 六王爷才是真正的老六 早早埋伏好弓箭手 等着老狐狸们露出尾巴 慈禧母子安然无恙 回宫后迅速下令打击报复 老臣们呕心沥血 为大清加班加点工作 突然处死圣旨就来了 混账 大兴皇帝尸骨未寒 你们几个竟然敢 不错 大兴皇帝尸骨未寒 以护送子宫 此代切尸 依法此罪 那些参与刺杀的老臣们 有的被赏以毒酒 有的被刺死红绳自尽 喷子因为嘴巴不干净 嘴巴直接被针线牢牢缝了起来 再也说不了一句话 接着被拉到街上游街示众 然后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上演了一拨人手分离 慈禧太后顺理成章垂帘听政 与慈安太后共同辅佐 权力的欲望在心中萌芽 慈禧又怎么可能容忍 一山二虎的局面 于是故意传出消息 要对慈安偷偷下毒 这下慈安坐不住了 冲去找慈禧对峙 却在门外目睹了这一幕 苍天在上 保佑我姐爷的病体早日康复 我愿以隔肉为药医 往苍天垂炼 而慈禧也确实是个狠人 当场撩开衣服 选出最好的地方 然后亲手割下了自己的肉 放进了慈安的药罐 妹妹 姐姐 这样的表演深深折服了慈安 当即拿出了先帝的密招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当慈禧打开看到后 顿时露出杀气 慈安为了姐妹情义 亲手烧掉了这道密招 还深情地告诉慈禧 姐妹一声大过天 殊不知她把慈禧当姐妹 慈禧却从始至终 都把她当作绊脚石 没有了密招的威胁 慈禧彻底放开了手脚 立马命令宫女端上汤药 结果汤刚刚喝进去 慈安就腹部一阵脚痛 很快 慈安变毒发生亡 慈禧顺利稳坐高台 毒掌后宫大全 而当时帮她上位的六王爷 因为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 被革职浅乡 大老爷们第一次哭 不敢相信慈禧对自己如此无情 但她没想到 这是她最有应得 慈禧如愿穿上龙袍 牢牢掌控大清朝政权长达48年 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女皇 然而 她内心是否快乐 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还没想到 Alex 凭兰 不敢相信 我 变售